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星期一 农历3月11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近年来 我是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入实施避水蓝天净土保卫战 打出环境综合治理组合拳 推动炼江从污染典型叠变为置污典范 并获凭广东省十大美丽和湖 炼江整治成效 有力地推动我市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走好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夯实绿色生态基础 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白露成群 这样子的场景 不仅仅存在于电影画面之上 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 我身后的这个公园当中 这里是朝阳区梅东村梅花湿地公园 一个位于炼江边 人水和谐相处的生态公园 如今这里也成为人们 休闲油气旅游观光的绿色新空间 当地在持续推进炼江流域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上 以水域岸线探图生态保护为重点 加强湿地保护与修复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河口江湾 构建岩浆绿色生态屏障 实地公园降成后 不仅河水变清澈了 周边的环境也变好了 孩子们也多了能够清净大自然的好趣事 这里时不时也有 举办一些相传讲座 让大家来这里游玩的时候 也自己保护好防景 河流综合整治不仅要治标 更重要的是治本 朝阳区朝南区治理加快应染园区建设 推动污染产业腾退转型升级 同时实施源头结屋与屋分流 朝阳区和平镇和铺社区 就是我市源头结屋与屋分流工作的 先行试点 村里采用绣花功夫 对全村及每家每户的排水系统 进行雨污分流改造 让雨水和污水各行其道 一水清换来全村兴 如今位于炼江边的河铺社区 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人民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 河铺社区被农业部授予 中国美丽乡村称号 被省政府授予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 先进集体称号 通过开展 链尖流货 中核总制 百日直中 装向行动 百日攻坚行动 百核牵钩 旺旗大总制 武清行动 董庄汉行动 切实推动 核永总制床面开展 独见优化改善水质质量 保持核流的天通 良好稳定的水质 既要靠制度管理 也要靠科学规划的环保基础设施 针对炼江流域人口河道密集的特点 潮南区科学制定污水处理厂 一厂一侧方案 并建设长网和一体化信息系统云平台 基本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 一张图管理 针对辖区内道路辖寨 居民区较为集中的情况 我们科学铺设污水管道及配套提升泵站 迅速收集辖区内的污水 处理完的围水以按要求 打标排放到炼江 以满足生态补水及园林灌溉的需求 良好的生态环境让人心生愉悦 春日的炼江边阳光明媚风和日丽 江岸上志愿者们正以实际行动 践行生态优先理念 让炼江水更清岸更绿 滴更固景更美 我们周末到炼江河岸来捡食垃圾 一方面是希望尽自己的力量 践行自愿精神 营造爱水、护水、吸水的社会氛围 在新起点上 如何推动炼江流域综合整治 从1.0版本向2.0版本提挡升级 将炼江整治打造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生动实践 成为当地干部努力的方向 金浦街道将于此次前世 深日打好污染黄制攻坚杖的推进会为契机 不断创新工作举措 以点待面 深日推进前领域的污染黄制工作 为瓦斯打好污染黄制攻坚杖 共享应有的力量 紧紧围绕将炼江整治打造为 绿水青山就是经商营商的理念 生动实践的目标 坚持力度不减 久久围攻 努力推动炼江流域综合整治 从1.0版本向2.0版本提挡升级 近期 市社保和工信等部门 按照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部署 发挥职能作用 深入了解企业的困难和需求 落细筑企纾困措施 助力企业稳健发展 位于汕头高新区的拉菲亦时装公司 有员工约1200人 便对疫情影响下产品销量有所下滑的情况 企业多挫病局留住员工 为了工人的订单 有事做我们去接单 跟我们工厂同品类的一个订单过来 我们在21年我们连食三次调新 增加员工的收入 这次春节的话 我们反港的话 一个都没有离开离职 在了解到企业的情况之后 是社保局主动靠前服务 按照相关政策 为企业办理失业保险缴费减免业务 减轻企业负担 人事局也好 社保局也好 出的很多一些激烈政策给到我们 比方说 这次失业金的一个负费率 那就根据每家企业的一个失业情况 它来制定这么一个标准 我们因为是失业最低的 所以我们也是拿了最低的一个比率 那这样子为公司一年也省了20多万 那我们也会把这笔钱拿到员工的福利上去的 市社保局综合运用 免减严环保等措施 进一步减轻企业社保负担 全力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和减负稳港 有效发挥了社会保险 保生活 防失业 促和谐的稳定器功能 我是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政策 在用人单位失业保险缴费基准费率 0.8%的基础上 对一定时期没有裁员或少裁员的用人单位 实行浮动费率 目前 我是的用人单位失业保险平均费率为 0.41% 费率最低降至0.32% 每年为企业减负4100万元 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呢 这个我们这个社保新办机构呢 按照国家的政策 就是对几个相关的选种呢 就实施了不同的这个减税的减税降费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呢 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就对大型企业减半减半征收 中小型企业这个养老保险是直接减免 失业保险和工商保险这一块呢 降低它的这个费率 降低企业的这个用工成本 通过这些措施呢 我们就是来来做到这个这个六稳六保 这个工作 美宝制药公司同样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 积极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销售 生产秩序开展 在疫情工作上的公信部门呢 它对于我们的企业的帮助是很大的 就是他们会对我们发放一些疫情防控的措施的宣传品 同时呢 在日常的一些工作上也做出一些指导 我们对于这个货物啊 跟进和出呢 我们每次呢 都是有认真 就是进行消毒消杀的这些措施后呢 我们再再发出去 确保这些货物都是安全的 经过多年的发展 企业面临产能增长的瓶颈 近期 企业在万级工业区获得了20多亩的新增用地 企业计划增资扩产 打造现代中药制造研发及配套项目 助力大健康产业发展 我们这个产值呢 到了大概五个亿 这个五亿 所以呢 我们这个拿到这块地里以后呢 我们就满足我们能够扩大产能 还有呢 就是可以实现我们来完成一些科研的工作 为我市的一个大健康的这个产业呢 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高速公路出入口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和关键环节 根据省市疫情防控要求 我市在辖区内各高速公路出口和服务区 设置33处防疫服务点 对进入我市辖区的外省牌照货车司程人员 采取查验行程信息和核酸检测结果等相关工作 助劳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今天上午在善坤高速公路岳浦收费站 记者看到 高速出口处防疫服务点的工作人员 正有序开展工作 精品区从多个部门抽调工作人员 与市区两级公安消通卫健等部门通力协作 对进入我市的外省牌照货车司程人员 采取测温信息核查核酸检测等措施 对省外来善的这些大货车司机跟那个乘务人员进行那个测体温和查验健康码跟行程码 然后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就予以通行 没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就要现场进行核酸检测并登记详细资料 在善坤高速公路泰山收费站工作人员同样仔细检查每一辆省外来善货车及司程人员相关信息 昨天晚上的就连夜的在这个泰山泰山这个高速路口设计这个防疫检查点 主要一个是检查的一个登记区还有一个核酸的采样区 外省市货车司机过来的话呢 首先我们会查看它的那个行程码还有那个健康码双码 然后呢如果司机呢没有持有广东省内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的 我们会当场叫他在我们这里进行核酸检测 然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包括我们街道 还有公安交通还有那个卫健部等部门抽掉各个人手进行排班 然后在这里20小时进行防疫的一个工作开展 除了对外省排照或车司程人员加强防疫管理 我是境内各高速公路站点也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 持续加强一线员工上岗管理 对收费现场接触的票据签款收费设备设施及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像我们的员工呢要求就是全部戴手套 N95的口罩还有戴面罩 然后对那个CPC卡现金及时的回收的时候 及时的进行这个消毒 环境消毒这一块的话 我们至少保持四个钟头一次 持续加强一线员工的一个上岗管理 建立健康监视制度 对于有需要到社会现场来办事的这个外来人员 我们落实这个体温检测 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 对于发日 发现这个红码黄码的人员呢 聚入同时做好一个登记跟上罢工作 今天下午 记者从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协会了解到 鉴于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局 经与有关部门沟通和全方位摸底调研 福博会组委会决定 原定于4月16号到18号 在汕头潮汕博览中心举办的 首届中国潮汕国际纺织服装博览会 将延期一个月举办 确保把首届福博会办得更加有效 安全精彩 建议单全全国新冠肺炎的防控大局 同时为了把我们这次展会 举办得更加有效 安全精彩 经我们职务会的一个盛政决定 以及相关部门的一个研讨 把原来的展会 决定推迟一个月进行 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 与相关部门保持紧密的沟通 具体展会动态将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发布 敬请大家来关注 由于延期产生的一些要去沟通协调的事情 我们会在最近的事情会把它协调好 比如搭建商啊 参展商啊 这个我们会公众好 然后就把它处理好 虽然展会延期 但服务没有停止 主办方表示展会延期期间 将继续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争取把展会办得更加精彩 为参展商和买家带来更优质的参会体验 创造更多商机 据了解 当前展会场地搭建 展馆设计 招商招展等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预计参展企业品牌将达300家 我们接下来工作还是会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来推展 时间下来之后呢 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沟通和一些准备 那在这个品牌展示上会更加更充足 准备更加充裕的时间 在具体工作团队的打造 以及在这个部长的准备 那这一块来讲呢 他们会多了这个时间 比如是这些互联网平台 那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让他规划 让他去准备过来 把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办的论坛 高度更加拔高 还有相关的一些机构的合作 合作的会更加密切 围绕安全 减约 精彩 然后想获得的 这个效果是有影响力 有高度 有效果 然后同时把我们整个汕头 纺织服装产业的整个产业链条 充分的打造出去 把我们的潮汕的纺织行业的影响力 全部打造出去 首届中国潮汕国际纺织服装博览会 由中国真知工业协会 汕头市纺织服装产业协会主办 博览会围绕中国潮世界品主题将邀请权威专家举办多场专业论坛分析行业趋势引领行业发展 同时还将采用网红加直播加视频等形式举办明星网红达人现场对接会 支持和引导汕头纺织服装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 助力汕头三星两特一大中的纺织服装特色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潮南台湾农民产业园里 有一处由海归青年投资创建的番薯种植园 这里生产的番薯源源不断地输向香港市场 成为全市唯一的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 也成为乡村产业振兴一村一品一阵一夜的新范例 近日五千箱番薯经过标准优选和精心包装之后 运往香港市场 这是长河公司今年的首个出口农产品货柜 这些番薯的包装箱上印有溯源二维码 香港的消费者通过扫码可查询到产品从田园种植到包装的生产权过程 确保食用安全 我们公司全部按照海关规定的技术标准进行运作 并请农业专家作为技术支撑做大做钱精品农业 这家以技术标准为支撑的农业公司创建人名叫林轩红 从一名海归青年到成为一名新农人 他的转变来自一次吃番薯的特别经历 在香港一次偶尝的机会 我和我的和我人姚全浩 在吃饭的时候 吃到来自日本一斤两百块的番薯 我们俩同时发掘掉这个商机 所以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的家乡 找一片沙地 我们开始种番薯 2017年5月林轩红带着商机回到家乡汕头 在朝南台湾农民产业园开始创业 种起番薯 我当时回来之后 跑了和园梅州 一直到韶关 广州 惠州 整个广东跑了一圈 跑了几千公里 到那些有资质的农场去取经 然后最后在海关一起一测的帮助下 我们顺利申请到了出口种植基地备案的资质 在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首批认定生产基地名单后 公司瞄准工港蔬菜种植这一高端定位 利用产业园优质的沙制土和洁净的地下水 种植两百多亩潮汕优良品种 西瓜红番薯 每造母产量接近两千公斤 随着汕头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 公司种植的番薯也逐步走翘香港澳门等地市场 目前该公司还在着手开拓欧美市场 让乡土小番薯走向国际大舞台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扩大规模 把我们的种苗技术推给附近的企业跟农户 让他们按我们的标准去种 然后种植之后全部由我们回收销售 从而带动他们增长增收共同致富 任何时候燃气安全都不可忽视 自去年冬天以来 我试一些医院陆续收治了不少洗澡时发生燃气中毒的患者 其中个别患者甚至在几个月内两次燃气中毒 教训十分深刻 对此医生提醒大家 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 同时掌握必要的救护知识 上周六晚上市民小郑到浴室里洗头洗澡还洗衣服 时间比较久 结果中毒晕倒 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 所以说一口都要冤枉了这个压栃 一个人冤枉了就做了睡眠 所以说到公公里我开头 如果大了我就不在了 所以餐到冬天正宿了 我把肥腾掉掉这种铺子 相比起小症 市民小刘的情况更严重 她在今年1月1号发生煤气中毒 至今还没完全康复 我那个程度还是挺严重的 就一直很头晕 然后我发现说会有那种 记忆衰退的那种感觉 就比如说有时候 本来是记忆很好的一个人 然后有时候想事情想不起来了 据医生介绍 每年冬季都是燃气中毒高发期 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 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室内 然后长时间洗澡引起的 个别患者甚至在短短几个月内 就两次出现燃气中毒 还有的是一家人接连出现燃气中毒 就这一个冬天 我们福尔医院收治的 烟化碳中毒的病人 已经超过了300人 做的次数应该有上千个人次 医生指出燃气中毒 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 难以提前察觉 一旦中毒很容易出现 严重后果 煤气中毒主要就是病人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主要是使用燃气热水器洗澡 然后燃气热水器呢 它主要就是会产生一氧化碳 病人吸入了一氧化碳以后 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症状 轻的病人就是头晕头痛 嘔吐 有点抽搐 重一点的呢 就是没有绳子 再重一点呢 就出现一些重度和谜 然后出现一系列的精神 和神经的症状 最严重就是生命危险 就是可能会死亡 市民要购买 使用合格的燃气热水器 并按要求规范安装 切勿使用老旧的 直排式燃气热水器 也不要将 强排式燃气热水器 安装在浴室内 而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 要适当开启门窗和排气扇 使空气对流 另外 医生还指出 市民在浴室内 使用不合规范的热水器 就算当前 没有出现严重的燃气中毒 时间久了 也可能出现慢性中毒 只要是热水器装在里面 特别是燃气热水器 就算是没有晕倒 它也是在吸入这个氧化碳 只是吸的不够多的情况下 它没晕倒 然后在脱离环境以后 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就缓过去了 第二天有这样的在吸 相当于就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 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大一个举措 就是把燃气热水器给移到室外 不要移到那个卫生 不要在卫生间里 或者是改装成别的 别的热水器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汕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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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 всего stalk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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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布